意大利专家警告,快速柿子对Omicron变体并不敏感,约4成是假阴性。 近日,意大利紧急情况专员医学顾问Guido Rossi发布数据,称快速抗原检测柿子可能将变得无用。 他表示,Omicron变体不仅比其他变体潜伏期短,而且还能设法让快速抗原检测柿子变得无用。 几乎有二分之一的假阴性结果出现,这意味着有近一半的人通过使用快速抗原检测柿子, 得到的阴性结果可能并不真实。 美国的初步数据表明,大约有40%的Omicron感染者,他们在快速检测时结果呈阴性。 在意大利如果快速抗原检测,漏掉了40%的阳性感染者,那么我们的实际感染人数,至少是翻倍的。 因此Guido Rossi呼吁针对Omicron变体的可靠快速的测试技术,将很快可以使用, 并呼吁所有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及时了解诊断新冠感染的知识。 诊断是不要过度依赖于快速市值的测试结果,来进行诊断。 意大利很快将破20万例,增长过快,峰值时间已无法预测。 如今意大利日增数据,每天都在刷新记录。 米兰病毒专家Fobritzio-Prigliarsko认为,日增20万例很快就会到来。 数据显示,意大利今天新增确诊达18.9万例,死亡病例为231例, 而去年1月5日全疫新增1.5万例,死亡病例则达到649例。 意大利物理学家Fobritzio-Sestili称,现在进行的病毒检测次数远高于平时, 劫后复工则会使感染数据进一步增多。 目前的确诊数字仍被低估,如进行更多检测,还会有更多确诊者。 意大利疫情明显仍在蔓延,增长率过高,以至于无法预测峰值到来时间。 但也有乐观的一面,医院压力并未增大,疫苗起到了很大作用, 而奥米克荣变种的攻击力减弱,或许也是其中一个因素。 与此同时,医卫生部表示,防疫规定也需依据现实情况和科学证据而进行改变。 1月6日下午一总理府召开内阁会议,对扩展超级绿通使用范围、居家办公、校园防疫等新措施展开讨论。 不光是各地疫情数据暴涨,从公共服务部门到体育赛场,如今都出现了缺冰少将的情况。 例如米兰幼儿园、托儿所正面临缺少教师的情况,自本月十日起,米兰地区幼儿园和托儿所的科后服务将暂停。 受影响的还有一甲足球联赛,一甲赛事将于明天重新打响。 但集结备战的各支球队,却不断有球员确诊。 目前,一甲联赛的20支球队,也有18支出现球员确诊。 包括工作人员在内,整个联赛已有近90名确诊者。 意大利各地卫生部门,宪政对各球队情况进行评估,多场比赛也存在延期风险。 而一丁联赛则已暂停至1月23日,系统混乱。 意大利一女子国籍,竟被无故改为中国。 近日,一名27岁的意大利阿雷佐女子,向记者爆料,自己的身份突然发生了重大错误。 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中国人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这名女子由于几天前测定新冠测试为阳性,于是在家自我隔离。 但当她需要解除隔离,并再次进行试子测试时, 医生告诉她,她不能进行检测,也不能通过意大利医疗系统购买处方药, 因为她的身份信息,在意大利公共卫生系统上查不到。 这名女子感到十分震惊,随后对自己的所有医疗文件进行检查。 最终在托斯卡纳大区的电子病例系统中发现, 自己的国籍竟然成了中国。 可能是这名不存在的中国人,在意大利国家卫生系统没有进行正确的登记, 因此无法进行新冠病毒检测,也不能解除隔离。 该女子说,在几周前,一切信息还是正确的, 还接种了疫苗并且自己有哮喘,还通过医生开了药。 但后来发现,在电子病例系统中, 自己文件在2021年3月有过一次更新。 可能在那之后信息就发生了变化, 文件中出生城市、居住城市、税号都是正确的, 唯独国籍成了中国。 随后她与当地卫生部门联系, 结果ASL的反馈是需要联系大区政府解决问题, 但大区政府的免费公开电话始终无法接通。 未经许可,不一件事的经许可,不一件事的环境。 , Może这些经许可,不一件事的环境。